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和伊朗的核协议谈得成谈不成这两个国家的事情 为什么美国要为这个事情制裁中国呢 伊朗是国际主要石油输出国之一 在遭到制裁之前的2016年 伊朗每天可以生产460万桶原油 按当时的价格大概是人民币7000亿元 这对伊朗这么一个国家来说 当然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了 2020年底 联合国对伊朗的5G禁运和制裁终于到期 理论上说 伊朗从此可以恢复正常的国际石油贸易了 但是这就让美国的如意散盘破灭了 因为美国的想法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5年的制裁 让伊朗俯首称称 至少要让伊朗完全放弃核武器的研制 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 在制裁接受之后 伊朗立刻宣布重新开启离心机的运行 为制造核燃料做准备工作 即使以色列连续发动破坏和刺杀行动 也没能阻止伊朗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单方面发动了对伊朗的制裁行动 并且谋求其他国家的合作 然而美国的外交努力并没有获得什么成果 甚至于连欧洲盟国都对美国人的制裁一头推三走四 这其中当然有着很多复杂的因素 但总体来说 阻止一个像伊朗这样重要的石油出口大国 进入国际市场肯定会明显的推高油价 这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特别是中国 按照美国方面提出的数据 中国每天从伊朗进口100万桶原油 如果失去伊朗的石油供应 对中国的影响肯定是不小的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美国在当今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地位 在大家的传统观念里 美国作为一个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 是石油的消费大户了 当然也应该是石油进口国了 事实上美国的石油进口出口早就逆转了 早在奥巴马政府期间 美国就设法开发页岩油 虽然成本很高 但取得了相当的石油产量 美国政府又批准了 在阿拉斯加大规模的开采原油 美国今天的石油产量 已经超过了每天1200万桶 成了世界第一大产油国 这还不算美国财团在其他国家开采的油田 所以在石油市场上 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存在着 较大的竞争关系的 打垮这么一个竞争对手 对于美国石油出口商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不是美国的石油出口对象呢 当然是了 在2020年的10月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石油 就达到了390万吨 所以阻止伊朗对中国的石油出口 对美国来说 是具有战略和经济两方面的意义 对中国来说 支持伊朗的石油出口 不仅仅是一带一漏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影响了我们国家的总体石油进口的成本 伊朗向中国出口的石油价格 要比美国人低很多 在2018年的时候 曾经有新闻报道说 伊朗向中国出口的原油价值 只有4.96美元一桶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伊朗 受到联合国的制裁 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找到出口用户 今天中国从伊朗进口原油的具体价格没有公布 但是一般来说 不会按照国际石油市场的所谓标准石油价格来成交 因为两国之间有长期协议价的 如今的美国 无论在政治和外交上提出个什么借口 主要都是为了解决它国内的严重的经济问题 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看穿 好 这些话题就说到这里 有点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